后面还有现金股利 它的公式是原油股数 与分配股数的总和 除以总发行股数 再乘以分配盈余 其实公式就这样 所以你只要先打个钱瓜糊 按F3 去抓这个 再加这个 再除这个 其实这些都名称 刚刚定义过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怎么样了 现金股利 它原来有的加分配的 所以直接按照它 这个公式把它完成 那做法上不外乎 就是第一个 先打个等号 等于什么呢 钱瓜糊 F3 原油的股数 它原来有的 原油的股数 再加上什么呢 它分配到的 分配到的股数 总和相加 因为先 一定是先除 所以前面为什么加瓜糊 就是我要先加完之后 再除以 总发行股数 总发行股在这里 所以按F3 给它一个什么 总发行股数的名称 在这里 再乘上什么呢 分配盈余 那分配盈余在这里 所以按F3 你用 找到分配盈余 所以这个 只要没错了 打勾之后呢 其实结果就出来了 算完了 其他的话 像那个什么呢 税率 它是用什么呢 用原油的股数 加上分配股数 因为这个 这个加完之后的话呢 它是 怎么呢 它是也是万元为单位 所以后面还在除以万元 然后呢 再去查税率表 它要缴多少税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 我们 诶 我刚才重来好了 题目的话 其实自己看一下 就是 税率 它缴多少税 税是百分之多少 原油股数 加分配股数 所以 它是用HLOOKUP 所以原油股数 总和去搜寻 所以其实 LOOKUP就是搜寻 去找的意思 税率表 里面呢 应该缴多少税 那这意思就是说 它在那个 我们的税率表 税率表在这边 也就是说呢 它如果0到 50万是6% 50万到100万 8% 依此类推 那主要是查的是 第一列 VLOOKUP 是查第一栏 HLOOKUP 是查第一列 那如果说 我今天要查询 以万元为单位 所以呢 我就直接呢 先一样等于 先插入一个 HLOOKUP函数 然后呢 它查什么 查它原油的股数 所以按F3 原油的股数 不过原油股数加 就是分配股数 我是建议先取消一下 好像前面也有做过啦 有没有 所以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干脆把这个先复制一下 拿来用 因为等一下 如果你在 按F3 同一个格子里面 只能按一下 你不能按第二下 所以干脆啦 复制之后 这样会比较快 除以1万 因为它一个名称 第二个名称 按F1 出不来 要自己打 然后Table Array 按F3 去查什么呢 税率表里面 这里 那当然呢 如果你不知道税率表里面 长什么样子 你可以点下面 再点上面 这边出现 查是查第一列 回来要第几列呢 第三列 有没有 税率表在第三列 有没有发现 0.12 表示13 12%的税 然后Arrange Lookup 这边输入是1 有没有 不能像 像 OK按确定 因为像 有这部分讲完 然后再休息一下 这个地方税率算出来 扣税后的现金股利 就是F3 现金股利乘上1减到税率 把它打勾之后的话 就算出来了 扣税后的现金股利 那排名的话呢 就用Rank 这个前面好像有 应该有做过吧 RNK EQ 然后呢 它在哪个范围 这个是哪个范围里面的 然后呢 排第几个 那排的话有地增跟地减 如果预设的话 这个order是地增或地减 如果零或省略的话 那就是以地减的方式排序 那所谓地减就是说 它在这个扣税后的现金股利里面 排名越来越少 就是地减 那所以我们干脆输入零 或者省略 那就地减 就是说 扣税后的现金股利 谁最高 那就越来越少 所以越高的在上面 越低的在下面 那我就排出来了 这个时候的话呢 可以看到 最高的领这么多 不过这个是很久以前 那个好像在 那个像竹科那时候 有分红了 所以可以分很多 那时候其实他们的薪水 是次要的 反而是分红是最多 而且那时候好像不磕税 后来磕税之后的话 那就慢慢就 差非常非常多了 所以很多收入就锐减了 OK 所以这个当然 这个资料是之前的资料 所以可以有这么高的分红 那个扣税后的现金有这么高 你看他扣税最高 可以三千七百多万 哇 那非常不得了 那大概领了这个 今年大概领完 就可以提前退休了 养老去了 OK 那最后的话 当然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些东西 如果说要变成两个按钮 这两个按钮就是 如果清除掉 下一次如果说按个计算 自动全部算完的话 其实里面 就是把之前的东西 这个东西在云端上有 清除的话是for i i的话就是拿一列 第四列到最下面一列 把它做清除 那清除的话是d到h栏 把它清除掉 那再来计算是把公式丢进来 让它做一个跑动的动作 那里面只是把列 前面好像有讲过 就是把列改成i就可以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 如果要再把它改成vba的话 那请各位再把这部分试一下好了 好那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我们也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继续来看后面的范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